疫情之下大家要留在家 人与人接触变为人与人不能接触 楼家概念摇身一变升级做宅经济 结果腾讯受惠 美团又被形容为赢家 宅经济也制造无数所谓的新相机 首季腾讯游戏业务急升 腾讯管理层也很老实 说疫情降温一切回复正常之后 相关业务收益表现都会回复正常 不过无奈就在于市场憧憬带动股价向上 股价向上又再制造更多的憧憬 种种对腾讯的憧憬出发点原本是合理的 不过久而久之就成为了不合理的期望 摘经济概念到底可以维持多久呢 国家仍然各有各港 有人认为过分煲大 也有人认为完全切合新环境 用腾讯做例子 瑞讯和大摩就不止一次提到 留在家令到腾讯不起眼的优点 提早释放 同时转为趋暴 天气都开始热了 也都代表暑假即将来临 以往每逢七八月 释放是泥淡的 好一句基金经理放暑假就大怕用场 不过疫情发展至今 放换过就还未停止 基金经理放暑假已经变得不太肯定 只是知道下日炎炎继续静好面 欧美方面就继续开始商讨 今年疫情的暑假大关 酒店希望入住率回复有中伤位数 航空公司也都表明 好想好想今个七月可以恢复四成航班 愿望就良好 但最怕事与愿违 无论澳门 香港 以至欧美都想一切正常 欧洲为例 旅游占欧盟GDP一成的贡献 当地一直制定指引 希望逐步放宽 欧洲各国近期传出的结论是 即使暑假 长途旅游回复正常的机会是零 唯一可以考虑是容许局限往来 欧洲疫情已经受控的城市 包括希腊 克罗地亚等等 但据报个别欧洲国家就极不情愿 其中意大利就倾向向低收入的国家 派本国旅游券 限本地旅游每日500欧元 预计要几十亿欧元 或者疫情未完全解决的前提之下 假期原来既为个人 打工仔 以及政府带来额外的烦恼 摘经济这个主题 怪不知得越叫越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